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肖战被曝和孙燕姿一起上音宗 嘉宾名单豪华再度追星成功 又到了春节各大电视台和平台招商的时候 不少综艺节目纷纷爆出招商方案 其中北京卫视王牌英宗 跨界歌王 嘉宾名单引起不少网友注意 他们的节目阵容过分豪华 其中囊括了各界顶流大咖 兼具流量和国民度 还有不少惊喜看点 特别是在嘉宾名单中看到肖战的名字后 再了解一下节目新老搭档组队的比拼的形式 很容易就想到了前年意外爆红的戈壁塔英宗《我们的歌》 当时肖战与纳英搭档给节目带来了不少流量和关注度 收视率和口碑都很不错 期间肖战 纳英 周生等嘉宾参与卫视跨年时 还奉献了一波强收视 也能够感受到节目受欢迎程度 节目完结后 网友还在期待第二季能继续原班人马 可惜未能成型 我们的歌第二季也因为赛质变动等原因没有掀起太大水花 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三季的消息 而这一季跨界歌王倒是有了我们的歌Pulse的感觉 虽然没了大姐大纳英 但孙燕姿的知名度和好感度也是数一数二的 和肖战还有些别的缘分 肖战一直是孙燕姿的歌迷 演绎过不少孙燕姿的经典歌曲 二人还曾经在活动后台相遇 肖战追星成功获得和偶像合影一张 并得到孙燕姿本人回复 调侃他很是腼腆 如果二人能在节目中合作 那肯定是一大看点 其实像娱乐圈这样追星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网友对此也大多喜闻乐见 并且十分期待看到双方合作 譬如贾玲和刘德华 李雪晴和吴亦凡 王俊凯和周杰伦等等 除了肖战和孙燕姿 跨界歌王还有一对隐藏追星典礼 那就是万倩和盖 盖和老婆王岐然上新生日记时曾经表示过自己是万倩的谜地 成功收获老婆一句你住嘴巴 结果盖的追星之路比肖战还要顺利呢 肖战还没和孙燕姿合唱上呢 盖就和万倩在北京卫视跨年晚会上同台了 不知道表演结束后盖老婆有没有继续吃醋哩 不过大概是因为这份招商四腰阵容太过理想 大部分网友都是将信将疑 像肖战就一直有传言称他即将禁组拍摄古装剧朱岩 不一定有时间录制 张雨琪虽然之前接到过跨界歌王的邀请 并且很想参加 但那时他对自己歌声很是自信 现在经历过浪姐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份心了 同时他也是在剧组拍戏 不一定能空出录制时间 同时还有孟美琪 他之前参加英宗天赐的声音 曾引发很大的争议 目前正在拍摄徐征监制的春节党电影 我心飞扬 作为流量idol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不多 中途跑出来扎综艺 不用等路人讨论粉丝怕是要先开骂了 所以掐指一算 这份豪华阵容还真是不容易实现 况且国内音乐市场也越来越小 想要再制作出来 我们的歌第一季同水准的音宗难度自然更高了 最后还是期待跨界歌王能凑齐这个理想阵容啦 毕竟音宗不易 看点越多热度才会越高 带动一下我们的音乐市场吧